最近社交媒體上有不少人稱 空腹飲用咖啡或含咖啡因飲料 可能會增加腸胃問題的風險 但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專家指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空腹飲咖啡完全安全 只不過會導致胃酸少微增多 對咖啡因敏感的人群需要注意 TUFT Medical Center的教授指出 空腹飲咖啡可能會導致咖啡因敏感人群 消化不良或輕微胃部不適 咖啡因會導致食管下潑躍機鬆弛 同時刺激胃酸產生 可能會引起胃酸倒流 但不會直接導致胃潰瘍 或以其他方式損害腸胃系統 如果在空腹飲咖啡後 感覺胃痛或有其他症狀 專家建議可以通過加牛奶 或植物奶來降低咖啡的酸性 消費者可選擇深胸背咖啡 以減少刺激胃酸的產生 總的來說 每日不超過400毫克的咖啡因事入糧 對大多數人健康有益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